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北方地区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汉代资织品 雕刻着奇特图案的画像石 这一切都是从山东省一个叫做日照的地方破土而出 这些神奇的发现可以让我们触摸到一段沉寂了两千年的古老历史 2002年春天 为了配合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日照对工程范围内 一个被确认为古代墓葬的风土堆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次考古发掘在三个风土内经历出多座汉代墓房 由于这里距离汉代的海曲线故城仅有一公里 因此将其成为海曲汉墓 而在日照民间关于这三个风土还有很多传说 传说中的王坟和娘娘坟即将揭开真实的面目 很多日照人都敢来观看 通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 人们惊奇的发现 在这三个风土中 墓葬居然有九十座之多 这在山东考古的历史上都是十分少见的 现在我们发掘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大风土 事实上呢 他在当时埋葬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风土 比方说一号风土 基础比较大的墓葬 当时埋葬的时候应该是有格子的风土 这个墓葬 墓葬形成之后 弯齐的墓葬 他是不停的跌压 不停的在原来的墓葬上在挖 在修墓 在租墓 所以经过两千多年 形成了好像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大风土 所谓的地下通道是被破坏的 东汉到北京一路转送 老百姓就把那个墓碧也转枪 服务一声地下通道了 如此众多的墓葬 他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好在有几座墓葬中 出土来标明墓主人身份的应用 但他们的名字就在任何历史记载中都无法找到 这106号墓葬 这个墓主人 应该叫龚孙昌 复兴龚孙 是龚孙昌的墓 这个墓框流离多长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 就他们的身份来讲 如果在中国的寒墓来讲 他都属于消心的寒墓 顶多算是 总消心的寒墓 所以从武藏的规模来讲 他身份不会太高 那么 为什么在日照当地会有王坟和娘娘坟的传说呢 这是因为在现在的日照式范围内 有很多地面遗存都已经被认定为古代墓葬 其中的一座还被确认为是汉代程阳王刘章的墓 刘章是在公元前178年被封为程阳王的 他的封地就在今天日照境内的举县 船修水区那么大 他修得一圈山 下面有河 这个方言叫一山榜水 汉代的墓灵都选在高岗上 他这个墓的形子和汉墓的灵 完全一致了 满头形的 下面那些腿都叫灵阳 为什么叫灵阳呢 因为灵之下不为阳嘛 传说名字是立得相算 那就是灵阳 这应该是一座真正的王坟了 但由于这座墓葬并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 所以人们也无法领略 稀罕第一位程阳王王灵的真实面目 不过在举县的博物馆里 还珍藏着一件只有王侯一起的墓葬中 才能出现的文物 那就是御医 他是成阳国的王 当时是东韩时候的第一的王 叫六支 成阳国的人都是当时六宝的 那个阶段 这个汉墙吃了这个黄的 是一定没有想起来 这件寓衣是1978年在举县齐家庄一座残墓中出土的 被发现时已经残缺不全 即便如此 修复后的寓衣 仍能展现出汉代皇室墓葬的奢华 而实际上 在举县还发现过不少 用于制作御医的御片 他们说明 在汉代时 居住在这里的皇室子孙 身份十分显赫 第一代程阳王刘璋 是汉高祖刘邦的嫡孙 公元前178年 因为在政权斗争中失势 刘璋被迫来到举 他在这里仅生活了两年 就离开人世 但是他的后代却在这里逐渐安定下来 西汉是真正中文王举县 不断中文国举县 举县在地方 发现一个举县一支 老大老大的 多么大你 简单说明不了 老兵性用这个县犯 雷小头 你就看一下这个 这个经济发展情况了 这里吹的汉代的钱 就是一堆一堆 这就是汉五诸钱的钱犯 也许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 汉代程阳国的国力 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实力 在得以发展和壮大 而这枚富有吉祥色彩的压胜钱 造型别致 制作精美 说明在汉代 这里不仅能够铸造流通的货币 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尽管海取汉墨的发掘地 与举县相披离 但在汉代 海取县并不隶属于程阳国 不过在这次考古发掘中 却有一件特殊的东西 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种就包裹了 有一枚盐 这枚盐是我个人最为 是最珍贵的 虽然是没有缠缠缠了 因为它是上头的 纸鸡非常清晰 上头的同时存在两个年号 上头是田寒二年 称一样是一年 那么田寒二年 就是寒无地的年号 就是寒旺朝无地的年号 是公元前99年 那称一样是一年 称一样应该是称一样 称一样国的年号 就是把寒旺朝的年号 和军国的年号 放在同一个年号 就是在过去 我看到材料中还没见过 这枚意义重大的竹简 出自海取漢墨中 编号为106号的墨藏 而在这座墨藏中 其实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在中国的汉代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文化 都开始形成 全国大一统的局面 先前时期 在思想里遇得百家争鸣 在这个时候 逐渐向独尊如数转变 而这之中 对于孝道的强调 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看待于中校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当中 这个敬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简单用我们现代话来说 一个人只有敬老爱老 他才能孝顺自己的父母 只有孝顺自己的父母 才可以忠于当时的国家 忠于当时的皇帝 说他是当时一种 社会价值伦理体系当中 一种必要的环节 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统治 他必须要养老尊老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汉代的后葬之风盛行 无论是王公贵族 官宦世家 还是平民百姓 都尽可能在墓葬中 陪葬大量的物品 以显示生前生活的优越 和子女的孝顺 这一方面 为后世研究汉代人的生产生活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另一方面 也是汉墓成为历朝历代 被盗掘最严重的墓法 在海区的汉墓发掘中 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当考古人员看到盗洞的时候 心情都十分沉重 因为这个墓葬已经被破坏 没想到 这座编号为106号墓的果盖和果的四周 全部用青膏泥封田 盗墓贼居然没能破坏整个棺果的密封 所以当棺木的盖子被打开以后 奇迹出现了 在寄满清水的棺内 墓主人的骨架已经腐朽不存 但随葬的物品尤其是大量的漆器 却保存完好 而这次海区汉墓的发掘中 还有一些墓葬和106号墓一样 都是已经被盗墓者发现 却没有继续盗绝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都倒我们这些飞那么大的井 已经把墓头做了 一个坑了 为什么没进去 这里面呢 我想呢 做了两个原因 一个是地亚水位高 在水中它不好倒 第二个呢 海区墓地亚 从发掘的情况下 它的语气不多 通气包装的状况 不是太好 包装比较好的 就是大家的勤务器 和不平通镜 作为盗墓者呢 他盗墓主要还是 从着语气和通气 这一类无用无趣的 勤务器对他们价值不大 所以大家有些墓上被盗了以后 发现没有什么语气 和通气包装不好 有些呢 就半坨匪上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海区汉墓中 得以保存下来的漆器 多达五百件 这是在山东 乃至中国整个北方地区 都十分罕见的 现在这批漆器 都被保存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这就是106毫米 除了漆器 漆器的规格比较高 所以它就向前于阴口 大的漆字连 五字连 都是向前于阴口 而且呢 部分呢 陷阱 这是一个 这是一套 这是一个 就是双层五字连 包括在青木祥 青木祥呢 现在呢 又还没有修复 所以这个非常鲜艳 在汉代 曾经诸在天下千余年的 青铜器 已经黯然失色 精巧 美观 实用的漆器 在瓷器时代到来之前 曾经独领风骚数百年 在海举 这些普通人的墓葬中 出土的这批漆器 均为日常用品 尤其是成套出现的 漆子连 双层五字连 让我们不得不感叹 那个时代的人们 在经济发达 生活富裕的基础上 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 漆器就在中国的漢代 也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也并不是说 一般的拼命北京 就可以适用的 就是当时漆器的价格 是非常贵 而且特别还有一些脾气呢 它的规格 相当高 而可以这么讲 楚徒打两七公斤的这些母族人 可能它的管子不一定很高 但是它肯定是很富裕的 同时也发现 在这一代 漢代的漆器 是无缘省上 是非常富裕的 它只做工艺 水平应高 在日照的博物馆 陈列着海取106号汉墓出土的关国 我们惊奇地发现 在2000年以后的今天 关内和盖板上 都还呈现出鲜艳的红色 这个棺里面这个红色 也是漆吗 是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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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漆 这么多年了 你看这个漆 它是红色 而且非常好 这个漆看着好像很厚 可能有浓度 它干了以后成一身壳 你看 一身壳纸 是填在上面 在汉代 普遍存在着一种 誓死如生的观念 所以 当把珠红的漆 修在棺木上 把一件件 日常使用的物品 埋进地下的时候 人们相信 在另一个世界 还会继续享有它们 出于同样的目的 在汉代的 很多砖石墓的 画像石上 都雕刻着 墓主人生前的 生活场景 是后世 了解汉代文化的 一个窗口 1985年 在举县博物馆工作的 苏兆庆 在进行野外调查时 就获得了 这样一个信息 在这里 有些人也认识我 他说 老师 那地方 球上 球上有个石头 这是一堆石火 他们一说 我就觉得 这是 喊喊喊死 来着一看 真好 它可以卖美 它可以卖美 什么 水星图 不过这条 我就终于老回去了 苏兆庆 根据这三块 被老百姓当作过桥 垫脚用的画像石 继续寻根求援 终于在一年以后 发现了一座 东汉石器 也就是公元二世纪 左右的汉代墓葬 在这座墓中 一共出图了 二十八块画像石 除了常见的 车马出行图外 在这些画像石中 还有一幅图案 最为奇特 这个木的这个画像石图 这一块 对着我 我以为 为什么 它是 反映了 一男一女 人的结外 还有第三者的场 男女结外 有第三者的场 这在全国来讲 很小的 当时有人说什么 这是夫妻生活 他夫妻生活 你不好就是 他上面 是可得是 希望木 在想起来 各种夫妻生活动作 归途不愿意 最重要的就是 多次呢 为了这个 旁边产生物件 他的这个 两人之间 这个拥抱 把衣服 你刻一条下 这下一刻呢 就是保持具力 这是 应该是一种利息 看来 中华民族 在汉代 就有这种文的利息 这是一座 夫妻合葬墓 专家推测 墓主人的身份 有可能只是 汉代一个中下级的官僚 但二十八块画像石 无论是石材的选曲 还是雕刻的精美 即使是在汉代 也堪称奢华了 这幅奇特的图案 出现在这里 或许真的表面 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 这是一种被普遍接纳的礼节 在海取汉墓发掘的过程中 编号为一二五号的墓葬 十分特殊 因为在发掘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 这个墓为一果双冠合葬墓 没有被盗却过 尤其是北冠保存完好 于是考古人员将棺墓整体吊装出来 在一个相对湿度和温度 都比较适宜的环境 打开了棺墓 当时人们就惊呆了 在这具棺墓中 墓主的骨架保存基本完整 最主要的是 陪葬品中有大量的丝织品 而且具有一定的柔韧性 在专家的指导下 这些丝织品得到妥善处理 其中的一块长2.6米 宽0.96米 是中国北方地区 迄今所发现的 保存最好的汉带丝制品 这是标签 因为它作为这个饰品 人形上传的内衣外衣 机身副装 它的背肉在关内 这是盖到最标面一身的 类似于经验 或者背质那些东西 因为这种颜色 本身它不应该是咖啡色 那它应该是什么颜色 既有可能 是金黄色 其他母帐出的丝织品 都是参加 包存全类的 就是一二五号 除了沙漠地带 中国北方包存味 这个丝织品 非常好 中国汉代的丝绸 为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 繁荣昌盛 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即便是在汉代 丝织品仍是比较珍贵的奢侈品 而大量丝织品的出土和漆器一样 从不同方面印证了这些牧主人生前的富裕生活 而一二五号的牧主人更是因为一根完整的旧杖的出现 而变得特殊起来 这里有一个旧杖的长树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个也是漆制的吗 这是木制的 这是一二五号木 是一个万整的旧杖 这是一个长树 大家可以看看 非常的精致 雕刻的 对 现在因为在这室内 可能不太清楚 鱼帽都非常精致 这长树比较有意思 因为这个旧这种鸟 它本身在古代 它鱼的样老的一种鱼 所以它这个 一个翅膀底下 省出一个鸟头 小鸟 对 好像这个大鸟 不与这个小鸟 不与小鸟这么一种含义 这是它的长树 所以它底下一个缘孔 就是插在那个杖 那个杖是在这个大河子 对 就是这一个 它就插在 就插在 这个鱼子 对 插在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万整的杖 鸠鸟 在中国的古代 象征着吉祥富贵 长生不老 而装饰有这种鸟的墓障 就叫鸠障 它是汉代形成的 一种制度的体现 国际呢 这个年纪到了 说七世而持鸠障 有皇帝啊 来对年老人也表示一种尊重 实际上呢 他也不可能是 每个老人 他都心里持鸠障 好歹呢 这一个母帐啊 它的骨隔 就是母族的 母族人的骨隔 保存还可以 这样呢 从三成的骨隔情况来看 可以确定这是一个老头吧 汉代政府呢 对在全国范围内 对这个符合一定条件的 7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老人 至于这个亡障 也就是糾障 并且赋予一定特权的制度 在政治上面呢 他享有六百战官吏的这个礼遇 在经济方面呢 对一些王当族老人呢 也给予优惠 另外呢 经商呢 可以不用纳税 并且呢 在富裔方面呢 也给予一定的减免 另外呢 对赤活老人的旁人 就是我赤活老人 我可以 也可以免除富裔 所以总的来说呢 对老人呢 是非常非常宽厚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纠障 象征着当时一个国家 所给予一位老人的 至高荣誉 而这种文化 实际上一直传承下来 尽管纠障的兽语制度 早已消亡 但时至今日 在民间给老人做兽事 还有坐看西云 望岁月 孝福纠障 化丧麻的兽怜 纠障仍承载着人们 对老人的祝福 一些旧账当中的 牧主人的身份来说 还有一些汉花像石的身份来说呢 有些牧主人呢 也是应该说 也是个比较一些 比较有财富的人 但是也有一些 比较贫穷的老人 所以总的来说呢 应该说呢 我自己认为呢 那个汉代的网上制度呢 应该说还是 基本上还是面向 要求的还是比较宽松的 无论是出土的纠账 丝绸还是漆气 它们都是那个时代 生产生火的集中体现 而以海取汉墓为代表的 日照汉代墓葬的考古发现 所呈现出来的 自王朝的身影 那个思想和文化 大一统的时代 所留下的精神 影响了以后 两千年的 中国文化传统 一个曾经声明显赫的 古老卫所 它的汉业呢 就是南丁湖以东华 一座抵抗外物的 坚强堡垒 大师大赏 我扣一千点人 欢迎收看明天播出的 左遍中国日照之 寻找安东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